歡迎回來 歡迎全世界 來馬上請教靖哥 您剛剛說不同意 備戰才能避戰 原因是 我們要排除威脅 有兩個軸向 一個叫做實力 一個叫做意圖 你要消你敵人 跟你為敵的意圖 這是政治 你要在實力上 讓他知道 就是他開戰 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只能有一個 所以你不能光說 我的備戰 才能避戰 你要消你敵意 這要雙管齊下 所以我就是要講 這是一個兩個軸 一個實力軸 一個是意圖軸 所以即使開了戰 都要不斷的溝通 韓戰的時間 開了戰 這個雙方還是不斷在交談 所以也千萬溝通管道不能斷 是 所以回歸到最後 還是要看實力 看哪一個牆 那講到實力 我們繼續從王毅的 《求是》雜誌當中 他的所發文的內容來看 那在這個《求是》雜誌當中 王毅是以始至民族復興 胸懷人類命運奮進中國 特色大國外交新徵程作為題目 刊登文章 在中美關係方面 它的用語是 中國堅決反對一切冷戰思維和分裂對抗 支持周邊國家牢牢的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共同抵制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逆流 這個周邊國家對照的是文章上一段的印太戰略 不過周邊國家永遠都是在選邊的狀態 也就是說在中美兩強當中要如何求生存 我想請教施董是 王毅上任之後相比於他的前任 就是楊潔篪來說的話 您覺得北京會拿什麼給周邊的國家 讓他們做出選擇選中國 我覺得基本上他們的戰略思考還是一貫的 主軸就是經濟 因為現實上東盟國家跟中國大陸 本來經濟上就是捆綁在一起 彼此互為第一大市場 對 而且中國面對東盟的一個經濟發展 基本上有幾個手法 一個是直接的經援 這個包括貸款 另外一個就是參與到他的基礎建設 這個也是對雙方面都有好處 這就是一帶一路 那大家不要忘了 雖然說王毅最近升官 可是他從外交部長 剛接任外交部長 剛離開國台辦的那一刻 事實上他就參與了整個一帶一路的一個推動 另外就是說RCEP或者是我們講的AGIAN 就是東盟加5這樣的一個平台 是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互動最主要的平台 這個平台是美國所沒有的 那東盟國家的立場很清楚 就跟我們很多台商朋友的立場很清楚 你今天5G世界上有兩套系統 那我就盡量我就創造兩個生產線 兩套標準 我盡量兩邊都賺 我最不治的就是選邊站 那你不管是 不管是寮國或泰國 在這方面的態度很清楚 那日本推動的那個CPPE 或者是美國推動的那個IPEF 跟中國的RCEP 他們兩邊都要參加 但是中國推動的這個RCEP 跟美國推動的IPEF最大的不一樣是 IPEF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講 那是一個安慰劑 因為東南亞國家最希望的是什麼 你給我一個大禮 這個大禮就是去除關稅障礙 就是市場准入的問題 那這個在RCEP平台上面 他們就是在談這個 那美國IPEF只是美國要的 東南亞國家不一樣 他真正想要的美國不給 而且IPEF沒有涉及到關稅的談判 對 是美國這方面的立場很清楚 基於美國的內部政治等等的考慮 簡單來講 這就是美國的議題設定 他只想談他要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你說美國要如何重返亞太 事實上他在這方面的表現 我覺得不會在中共方面 比起中共方面 我覺得不會有中共那方面的扎實 所以多數的周邊國家應該都是 兩邊都壓 但是不會是像您剛剛講 選邊站 對 選邊站其實是有風險的 那另外一個關注就是說 在2023年其實還有一個關鍵的區域 就是在南海 中國這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 也就是中國南海研究院的創始院長 吳世存 他最近就認為呢 在2022年南海形勢沒有發生這個顛覆性的變化之下 展望2023年以及未來 南海形勢發展跟演變將會主要圍繞美國 還有聲索國以及日澳英等三條主線 和法律規則還有合作這個三個領域展開 再來 吳世存所描寫的這個格局 是不是符合現在的南海的現實呢 憲哥您認為 我對吳院長他的觀點其實是很有意見 我認為吳院長沒有搞清楚這個南海 你想要有三條主線應該是 這個聲索國 周邊國跟設計國 也就是說我們在談國際關係 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就是stakeholder 誰是利益相關者 照他這種分法歐盟在哪 中東的產油國在哪 英國又用到南海有多少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去分割是說 誰這個的利益擺在南海的交通的運輸這些上面 每個人他有的觀點 有的是因為是自然資源的開發 有些是因為他的交通的航運 所以如何能夠去照顧到所有的這些人的權益 我認為是中國大陸非常重視 他今天在這個南海之中 原來所謂的這個什麼南海行為準則 是西方國家設計 讓這個東協去對抗 去對壘這個北京 但是現在已經轉化變成一個 就是北京可以去團結這個阿西亞 去排除境外勢力的涉入 域外國家 對啊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我覺得 這個大家應該去思考 就是說如何能夠去轉變這個就是 這個態勢這是非常重要 您覺得今年的南海行為準則 會有一個重大進展嗎 我覺得要去觀察 因為馬上的菲律賓總統現在 1月3號到5號的時候 對就要去這個 對到北京去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就是說 我相信這個美國在後面有拉這個線對不對 但是最後呢 就是說最大的兩邊數 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這個馬尼拉這邊 那馬尼拉這邊 如何能夠刀切豆腐兩面光 兩邊都不得罪 我認為 那是他展現外交藝術的這個段數高低的時刻 不過美國是不樂見 對啊 也未見得美國也沒有到邪惡 說是真正說都不樂見 美國是希望能夠維護他的這個利益 那我覺得這個自由通行是大家當然有的利益 但是問題是就是說強權國家 就是這個指三道四啊 就用了很多的這些法律 那這個馬尼拉當初就弄那個仲裁案 自己當了250又花了錢 然後呢 又沒有真正得到的實力 所以今天如何能夠面對 這個真正的利益相關國 讓大家都滿意 這才是真正 男孩行為準則最重要的核心所在 不是有些說法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天其實不是有傳出 中美兩國的軍機差一點在空中 又要發生擦撞 是非常的驚險 那未來像這種這種態勢的話 這種不安全的攔截行為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是中方指責美方 然後美方也指責中方 雙方都公佈了這個監視錄影器的這個畫面 那您覺得在未來這樣的一些不安全的攔截行為 會不會越來越多 這個是已經 這個是老早施工就用慣 而且存在多年 而且大家之間也做了很多協議 我們從2001年4月1號那個 就南海撞擊事件 其實早在那個之前的話 他們就已經在1980年代 就有一個協議 那個我那邊有一個這個資料 你可以拿開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說他這個一直 雙方也不希望把這搞翻了 所以他那個地方有一個大家稱為MMCA的 那是一個誤解 海上軍事磋商協定 對但是雙方有商有糧 溝通的管道一直沒有斷掉 但是只是這個北京跟華盛頓之間都有疑慮 所以一直到2014年4月22號 他用一個所謂這個就是西太平洋國家的一個 這個就是說那個兩年一次的這個 就是說這個備忘錄之類的 對他建立了一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 他利用一個就多邊會議的機制 就成立這個QS 那用這個QS來繼續發展 所以2014年年底 他建立了一個就是中美關於海公相遇安全行為 準則諒解備忘錄 結果來定了之後發現 哎呀只有船 飛機相遇啊 就他當時指定了飛機對船 就飛機對飛機忘了 所以一直搞到2015年9月 這個就是當時就是原來是國王部長 就包括了海跟空了 對 所以他有一個 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的補充規範 但是我今天要講啊 這個你有擺 就是說擺明明文的規定 但是問題是大家威脅能夠按照這個 所以雙方放錄影帶 這個就是說這個互相指控 這個事情是藏有 對 我繼續請教文教老師 因為周邊國家 我們講周邊國家的狀態 當然包括了東北亞 10月31號呢 美國跟南韓是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警戒風暴 就是空中聯合軍事演習 創紀錄出動了包括F-35逆宗戰機 總共有240架的戰機 還有創紀錄的1600架次 每天進行24小時的密接空中支援 那從這個量上面的改變 到日本最近看到防衛三個文書的大幅度的改版 印太戰略在美日韓軍事力量的投射範圍 您覺得增強了多少 您的觀察是 我想總的來講 其實 在美國主導之下的這個美韓 其實因應中國 跟這個北韓的一個軍事威脅 其實他們 不管是這軍事投入的值跟量都大幅的增加 那我先轉韓國來講 剛剛就是何榮林所講的 其實這個不管是8月底的這個 美韓之間的已知之有護盾 到10月下旬的一個警戒風暴 其實呢 他們的就有兩個階段 一階段是防衛性的演習 第二階段是反擊式的演習 那這是也在在的凸顯說 韓國已經由從黃周一威優守到攻 就是攻防艦距 那像我們來看第二個日本 日本其實在這個去年的12月16號 他公佈的這個國安三文件 他特別提出在這個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國家安全這個保障戰略裡面提到 說把中國列為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此外呢 其實他在這個國家防衛戰略裡面提到說 他們要擁有這個反擊能力 再加上第三個就是這個 他的防衛力量的整備計畫 其實呢 他這個部分也提出 把5年變成43兆日幣 其實呢 他最重要的是說 其中5兆放在防區外的一個防衛能力 那因此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出日本 現在已經也是 有這個反正攻擊最佳的防禦 他在做一個調整 所以呢 他最近跟美國 其實買了很多像 比如戰斧的這個 公路的這個巡航飛彈 除此還有這個 所謂的海馬式的多管這個火箭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 就是他要把這個124的這個反艦 這個飛彈呢 其實他要升級就從200到1000到2000 對 從不管是陸機空機海機 甚至潛射型的 他就是在做一個反擊的 另外一個提升 你剛剛提到說日本 其實他提升他的戰備能力 其實中國大陸也在密切觀察 你看他最近這兩天的新聞 其實說 日本防衛省是發現到1月1號 就是昨天呢 一個中共就是共軍 大型無人機 無爭期是從東海 朝著宮古海峽飛行 然後呢 自衛隊呢 是當時是緊急派出了戰鬥機去應對 但未來會繼續的來做密切的監視跟警戒 但日本提升戰力當然也在防的是 另外一個就是北韓 其實在東亞就是東北亞這邊呢 其實也不平靜 北韓的中央通信社就報導說呢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要求說 要大幅增加北韓核彈的持有量 包括大規模生產戰術核武 還有開發用在核反級的新型飛彈 當然最主要呢 是要因應以美國為首的威脅 北韓軍方呢 也連續兩天發射了三枚火箭炮 當然南韓國防部就立刻嚴正警告北韓 動用核武就會自取滅亡 可是雙方的態勢現在看起來是升高 所以這是純粹的互相警告 還是真的有可能一觸即發呢 我是在看喔 其實這是變成一個安全困境喔 因為我看這個 在這個東北海局 是朝鮮半島 現在危險性喔 其實不亞於台海 因為為什麼它在校正 那我想是不是這個安全困境 我跟 安全困境 對就是 其實呢就是為了因應彼此的一個威脅 然後加強是所謂的軍備競賽 然後最後呢就會危機向巡邏式的升高 就造成這個安全困境 然後它會從局部的衝突到全面的戰爭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此外呢其實北韓呢 其實全世界最難預測的國家 最難預測的國家 因為其實我們都在猜 而且資訊也不透明 資訊也不透明 那其實呢 像其實像這種危險的國家呢 那當然啦 這個 尤其叫我們這個媒體報導 它現在大概有60枚的一個核彈頭 那其實它可以用很多這種方式來投射嘛 那我是認為說其實 它現在如果用飽核攻擊 它其實可以打到美國的本土 因此它的這個巨星剖測 其實美國也很擔心 所以不停的在做斡旋喔 做斡旋 我們等一下呢 要關心的是最新的中俄關係 馬上回來 走進疫情與戰爭的雙重挑戰 走進美中台三方的政經國異 走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齊局 環宇全世界2023再升級 每週一到週六晚間9點 帶您走進全世界 好歡迎繼續回來 我們繼續還是要從王毅求是的文章 繼續來看 就是這次特別提到中俄關係方面 王毅是指出中俄關係 是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基礎之上 中俄領袖也在去年年終歲末的時候 通上話 習近平透過翻譯對普丁說 面對現在困難的國際情勢 中俄準備要加強戰略合作 普丁則表示 期待習近平2023年的春季去訪問俄羅斯 好如果中俄加強戰略合作的話 靖哥覺得這個俄方會優先 跟中方合作的項目會是什麼呢 您覺得他們進行的第一筆交易會是什麼 我認為目前雙方合作的項目 這個軍事啊這個科技 或者經濟啊能源的是很多 但是我認為他們會優先 追求一個國內不會就是有任何負面聲 換言之也就是最可能成交的 未見的是能夠創造最大利益的 而是最少損傷 而且最穩當能夠順利執行的 因為這個對於啊 就是兩邊去增進官技的提升而言 最具有利益 所以是像什麼樣項目 比如說像 我認為能源啊現在目前還可以 然後你在質量上去增長 這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啊 非軍用性沒有什麼爭議的 民間之間的商貿的關係 這也是或者科技交流關係 這是比較可能的 軍事方面的話可能就是 是繼續進行演習 聯合的演習 沒有軍事演習 必然是他有透過既定的機制 那個不可能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嗯嗯 好那這次也看到說 普丁呢是讚揚俄中當局呢 為了對抗現在西方前所未有的施壓 還有挑釁所做的努力 他也特別提到說呢 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之下呢 俄中戰略夥伴關係 作為穩定因素的重要性啊 是越來越多啊 越來越增加了 普丁指出呢 在出口石油到中國方面呢 俄羅斯現在已經成為了首要國家之一 那麼現在北京方面看到 是大舉的放行俄羅斯的石油輸入啊 是基於什麼樣的戰略考量 要請教文家老師 還有這部分 跟目前積極在經營中東石油產出國 背後是有相同的戰略邏輯嗎 您覺得 當然都是這樣的 其實呢這個石油也好 或是說整個這個烏俄戰爭之後呢 其實更能凸顯一件事喔 其實中俄的協作是沒有上限沒有封頂的 這是之前他們的這個中國這個 這個外交部副部長 上部封頂 對 樂宜成所講的 是中俄關係呢 是沒有封頂 只有在這個一起努力的道路上 沒有這個休息站只有交友站 那因此呢看來呢 在這個石油部分也是一樣 其實現在呢 俄羅斯在西方國家在制裁的過程中 其實中國他當然一定要 也必須要伸出援手呢 來進口這個大量的這個 這個俄國的石油 來凸顯呢其實他們強化的這個 中俄的同盟 來對抗這個美國 那此外呢其實從這個 從這個中國大局他去購買他的這個大量原油呢 其實也包括跟這個所謂的之前去的這個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去經營所謂的這個石油 其實同一個策略喔 他的邏輯呢就是要擺脫美國的制約 因為長期以來呢 這個石油能源都是被美國所控制 那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中國也是一樣 其實在這個等於 在 在權力轉移理論裡面呢 其實現在已經平成是一個兩極化了 一個是美國為主 一個是中國為主 當然是中國是想 這另外造成一極喔 這樣才不會受制於美國 中俄的這個合作看起來這個關係是不斷的在升溫喔 那從前俄羅斯的總統 梅德維杰夫在12月去訪問北京的時候 其實看得出來一些端倪喔 不過我們要說的是說呢 這個梅德維杰夫在12月訪問北京的時候 習近平的發言呢 似乎是暗示著中方對於現在 演變成持久戰的這場俄烏戰爭喔 是越來越擔憂 那當然也提到說中方希望有關各方呢 都能夠保持理性克制 所以我想請教市董是說 中俄雙方現在對於俄烏戰爭 我們講中局喔 就是說它最後的發展 還有相關的處置喔 各自的想見是有怎麼樣的不同 您的觀察 差距非常大 12月30號 普丁跟習近平有私訊通話 台灣有一些輿論 一些媒體朋友就解讀說 兩邊的關係更進一步拉近 可是你注意那個中共方面發布的文字 習近平講的話 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楚 說這是中俄兩國的好傳統 就是說 我很崇拜那個張敬老哥 那過年過節我會傳個早安圖 跟他問候一下 這並不代表我們關係特別拉近 我還是送的紅包比較實際 對 實際的行為比較重要 對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傳統 不代表下一次我們會在什麼 正當或不正當的場所會面 那一樣 那基本上中國大陸對於俄羅斯 有幾個立場 他們非常的清楚 第一個 他還是不承認俄羅斯 對克里米亞的主權 第二 他不承認那個俄羅斯 對於烏克蘭佔領區的這樣的一個事 四個佔領區的 對的事實 在兩人就是普丁跟那個習近平的談話的最後 習近平有表達說 俄羅斯從來不排斥說和談 透過和談的方式 協商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習近平是表示肯定的 就是這麼一句話 其實就代表就是說 能談你還是盡量談 對 但是談的前提是不一樣 事實上我覺得這一貫以來 台灣的媒體都會解讀說 中共是非常親像俄羅斯的 當然什麼叫做中立 什麼叫做親俄 這個各自的定義不一樣 但是我們來看看到底具體 中共方面的表現是怎樣 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譴責 俄羅斯的表決裡面 中共基本上是棄權 俄羅斯自己談反多票 那美國的那個 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 Thomas Greenfield 他就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中共此舉 不代表支持或肯定俄羅斯 美國認為中共此舉 基本上也是反對俄羅斯的行為的 這樣子 還有注意 剛才主持人也講到 談到中俄關係的時候 王毅有一句話講到很重要 他說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是不結盟 他這句話有他的外交思考的脈絡 因為他反對美國搞集團對抗 拜登一直解釋說 我們沒有要搞新冷戰 我們沒有要搞集團對抗 那中共的確反對NATO的一個擴張 可是他反對的同時 中共的外交政策就表示說 我們基本上也不搞新冷戰那一套 我們也不搞集團對抗 所以他跟俄羅斯的關係戰略合作 或者戰略關係的升級 可是王毅就講說是不結盟 所以不結盟三個字很清楚的講出 中俄關係的一個定位 兩方面對於如何解決這個戰爭 差距還是很大 所以可以看到中方盡可能 現在是維持在一個客觀 或說盡可能不要都涉入的一個立場 不過說到這個俄烏戰爭 最近看到在元旦宣誓的 巴西總統當選人魯拉 他就發推文 他也說在他上任之前 他分別會見了俄羅斯國會上議院的議長 馬維彥科 還有烏克蘭副總理叫做斯維里登科 他呼籲兩國結束戰爭 不過在28號新年前戲 俄軍我們知道在入業之前 又出動了自殺式的無人機 隔天天涼之後又陸續發射了 大約有120枚的巡弋飛彈 擊中了這個烏國的多地目標 那麼俄羅斯的國防部甚至宣稱說 俄軍現在有用不完的口徑巡弋飛彈 所以針對這一連串最近的軍事攻擊 我想請教靖哥 從軍事觀點來看的話 是不是要逼著烏克蘭 盡快的進到一個這個談判當中 我首先先講巴西 我認為巴西總統 這個他要自己去顛顛自己的金兩 根據他在國際的地位跟兩國的淵源 這個巴西沒有介入調停的地位 他就算是就是說提供談判的場域 恐怕那個都不一定能做得到 那至於現在說這個俄國 就是發動了很多的火力的打擊的攻勢 無論用無人機或者用巡航的導彈 那個是屬於火力投射 而不是兵力投射 兵力投射你要真正去拿下烏克蘭 你要真正派兵進去的兵力投射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是覺得大家今天要了解 就是原先大家認為這個戰爭脫長 會把這個俄羅斯給拖垮 現在看起來俄羅斯是這個好整一下 而且認為你拖下去很可能就是要利用西方 對於施老兵疲 或者說他們現在這個叫比較流行的名詞 叫做war fatigue 對戰爭疲勞 戰爭疲勞然後厭倦這個人心厭债 然後他去獲得某些政治的利益 那我是覺得對於這個北京究竟對這個事情怎麼看法 我這個因為秦剛派了這個外長 我還是要提醒 在去年的7月還是9月的時候 這個秦剛曾經在紐約時報有一個代表中國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烏克蘭戰爭的那篇的文章 寫的是相當相當清楚 我覺得這個就是施董完全 真正的把握那個要義 所以真的講的是非常清楚 也就是中國大陸跟俄國具有戰略協作的關係 但是絕對沒有建立軍事同盟的意圖 而且他希望是勸和不勸打 這個態度是非常明顯 我覺得有很多的解讀就是說 我們經常在字詞上解讀 但是反而忽略掉很多真正完整的立場的聲明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我想 未來這個面對整個戰爭之中 有很多我們在台灣的媒體之中 有很多的不同的這個假想或側想 或者認為是一面倒的說誰是好人 或者誰是壞人 或者說北京一定會去挺這個莫斯科 我覺得這個都應該回頭去看看 他們的政策文件 其實斬丁斜鐵講得非常非常之清楚 郭文彥老師您怎麼看 因為現在也有預測是說 因為隨著最近的一連串的攻擊 很擔心的是說 接下來會有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然後呢 會進到一個就是約莫在三四月 甚至可能到五六月 會進到一個停火的可能 我想說 其實呢這個烏二戰爭呢 其實沒想到說這個烏克蘭能夠撐那麼久 那顯得意見呢 其實俄羅斯 他整個一個戰略呢 其實他最後 如果說要取得勝利 可能就用所謂的戰術性核導 不然他其實他傳統性的他是沒法去處理的 因此呢 我覺得他 現在可能會邊打邊談 因為我覺得威嚇 他實在在威嚇 你不聽 我就繼續去打 打到最後 只是他最後要造成一個叫產勝 產勝 你想喔 他這個烏克蘭人這麼多 那這個你要這麼打 因為烏克蘭其實他不怕你侵吞 只怕你蠶食 一點一點來 對一點一點來 所以呢 再加上其實這個我覺得是公欣為善 公欣為善 他可能製造這個屬於心理 讓這個烏克蘭能夠投降 但只是烏克蘭後面呢 有更多的支持他 美國支持他 歐盟支持他 這關鍵還是美國 對 我看核武是不太可能 那個核武是個機靈 他用戰術核武我覺得這個 是說就威嚇 他是為主 我不認為他會實際上運作 是 萬一這樣要用 那最後會不行 不便是 對 這個核武是不能 這個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個門檻 紅線是沒有人會亂刮的 走進疫情與戰爭的雙重挑戰 走進美中台三方的政經國異 走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齊局 環宇全世界2023再升級 每週一到週六晚間9點 帶您走進全世界